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情况除了在去年疫情刚刚爆发的那段时间之外 已经一年多没有出现过了 就连之前最最火爆的深圳 二手房价已经连续三个月下跌了 最近还有媒体报道说 深圳学区房价格大幅跳水 一套顶级学区房降价500万都卖不掉 第二件事情就是湖南岳阳出台了今年首个限跌令 当地的政策规定商品住房销售的实际成交价格 不得低于备案价格的85% 以前我们听的更多的是限价 限涨 现在怎么对房价跌幅也有限制了呢 这其实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 房地产市场的转折已经出现了 你想要是房价还是蹭蹭蹭的涨 哪里还需要专门出台政策来限制跌幅呢 那你可能会问了房子还能不能买 在这里我有两条小建议 下决定之前不妨先考虑一下 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 千万千万别跟调控对着干 不要小看国家调控楼市的决心 有机构统计今年可是出台了380多条政策 不管是对高价学区房的整治 还是把多余的资金挤出房地产 房地产调控啊是来真的 千万别再想着钻个漏洞买个房子 大赚一笔根本不现实 第二呢就是远离那些风口浪尖的地方 哎你要是听说 哪哪的房子又得排队摇号了 哪哪又出了帝王了 哪个开发商跳楼架打折了 一般风险都比较大 千万慎重 好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